去挖那个沙子 把那个小礼物拿出来 她们挖到寄居去还夹着 没有啦 然后那个女明星就讲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说 哇 好有心 因为你真的要很有心 才能有这样子的安排 对 那可是呢 交往了久了以后呢 开始慢慢慢慢 这个落差就出来了 因为女明星开始出入 都是要名牌包 而且她有一帮姐妹 就是这帮姐妹 所有的志向都是要嫁入豪门 而且出入都是名牌 有名车 男朋友都是名车接送 那这个女明星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想哇 这个沙滩漫步 然后找礼物好幸福好快乐 可是久了之后 慢慢地就被那些姐妹洗脑 就觉得说 你看我们大家一起 出去玩的时候 对 你男朋友是明星 那又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的男朋友都是 他们的男朋友都是 开着名车 接送他们到五星级 最好的餐厅吃饭 可是你男朋友呢 开个国产车 还是二手车 然后呢 带着他们一起 就是都是在家里约会 在那边就外面吃得很简单的 日子久了 这女明星开始 我拿的是名牌包 你怎么 就一口牛仔裤 一个衬衫就来跟我约会了 然后怎么样 约来约去 什么都约在我家 那我叫你接送 有时候你也不见得说有空 还要去跟朋友打篮球 越来越觉得两个相去甚远 到最后 这些姐妹就跟这个女明星讲说 哎 这样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长得好看没有钱有什么用呢 那这女明星想一想 好像真的越看越不顺眼 再加上女明星的妈妈 真的也是很势利 一直跟她讲说 你跟她在一起有什么前途 一点前途都没有 你应该再找一个更好的人家 然后这样姐妹这样交杂 这样妈妈的压力 最后这个女明星跟这个男艺人选择分手 分手之后 这个男艺人非常非常的痛心 但也痛很久 然后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那男的讲说 我真的我已经想尽办法 尽最大的努力 要融合到他们家去 但是他们的经济 他们这样子的消费方式 我负担不齐 那这个男的现在呢 也娶了一个很好的老婆 这个女生呢 也嫁入了一个所谓的豪门啦 那这个各自呢 有嫁去 只是说真的是因为经济的因素 让这对情侣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现在这样是蛮好的 目前的安排跟结局 黄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守面相的女人 她不会让自己深陷在这种 痛苦的情绪当中太久 就是发生这种情商啦 失恋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来解除 怎么样来排除 是是是 但个人的方法不同 我把它列出我们常看到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呢 就刚才提过的 用工作的繁忙来减轻痛苦的恋情 你让自己工作有成就嘛 或者工作忙忙的 没有时间去忘记这个 失恋情商的事情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工作为主 第二种呢 就是用我们一般的 用这种休闲运动 例如说听音乐啦 旅行啦 各方面方式去抒压 来减轻痛苦的恋情 这也是许多人做的 还有一种更妙的 他干脆用劈腿博爱 来减轻痛苦的恋情 他平常就有备胎啦 马上有就好了 很多人都讲 你要治疗失恋方式 就赶快再谈一段恋爱 对啊 先是没有 没有 B有C 何况还有好几个人在 好多备胎 那么的话 这个也能够减轻 这个痛苦啦 好 这三种呢 每一种其实在以 像你来讲特色都蛮多啦 例如说工作忙忙的 这个女人的长相有蛮多 我就举代表性的 面相跟手相 各举一项来说 来做个说明 好 首先我们从工作忙忙 就是说 努力工作啦 我们讲最后做女强人 很有成就不是更好吗 管她的这个婚姻的事情 好 这以长相特色来看的话 叫做 双拳有力 就是两个拳骨非常有力 女人拳骨强 当然通常还包括额头高 那这表示什么 她工作 本身就有心在工作 她本身就很拼命 然后她想要掌握一切 不是只有爱情 她掌握事情 掌握钱才更重要 这是用长相看 那你手相看 有一条纹蛮适合的 但这条纹一般人比较少见的 叫做 理财纹 理财纹在哪个地方呢 在我们的上面这个地方 它生锈 它是一个平行的一条线 所以比较少人有 一般人在这边的线 是叫金星带 金星带它是这样子 断断续续 有点这样子弯曲的 那没有 如果这边是一个平行的 平直的一条线 就叫理财纹 如果而且长得这么好 它没有这样乱七八糟 没有乱的话 表示它的理财能力 非常的强 而且这理财能力 为什么理财能力 当然它工作表现很好 因为工作表现 所以它有钱财 能够理财 那如果这种状况下的话 这爱情没有也没有关系 更何况更不要 这种痛苦的爱情 好 那第二种 我们是各举一项例子来看 从面相来看的话呢 它这个是什么呢 双眉舒展 两个眉毛不要挤在一起 挤在一起的话 它就会钻在 那个爱情的牛角尖里面 想不开 为什么那个男孩子不要我 为什么男孩子要离开我 它永远没有办法疏解 如果你眉毛比较开展的话 这边你不要砸毛的话 通常开展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手指 一直扮以上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很平静的 那就不要 它心情不会 那这样当然就 如果两个指更好 有两个指以上更好 就不会 不会再去 钻在那边了 好 那我们用手向 我也是另外一条线来看 用手向呢 叫做考证文标准 这是在我们手向 蛮有争议性的一条线 一般人也叫做健康线 那有些人真的 这条线会没有 不管怎样 我们现在标准就是 像我现在画的这种 叫做考证文标准 什么叫不标准呢 断断续续 或者分叉 或者这条线很常 叉来叉去 这些都不可以 就像我这样子的很标准的话 表示这种人 他爱运动 身体健康 而且最重要 他很有毅力 跌倒的话 他可以再爬起来 所以他就比较不怕 这种恋情的失败了 好 最后一种是我们就常看到的 用B来代替A 这个情商自然就过掉了 好 第一个呢 就是长相来讲的话 就是他这个女孩子的眼珠 常常转来转去 或者常常斜眼看来看去 表示他随时在找备胎 随时心 他就是不专心 他本来就是不在乎的 不会是专门 这一个就完蛋了 随时他都有恋情 他不必担心的 我们用手相来看的话 就是感情线 波杂所乱 这个我们想说 这种人的感情 一定是多采多姿 多采多姿表示 他随时有很多交往的对象 那他这样的话 自然他就不怕说 这一个失败的会怎么样 马上就会有另外 新的来取代了 好 用这样子来疏解 我们这个痛苦的恋情 好 这几种方式 那么观众朋友 你自己看一看 你是属于哪一种 但是通常有时候 不会是单纯的一种 他可能会掺杂两三种 一起来也可以 也有可能 好 好 来 来 续一下 听门的话道 来 男人的最大梦想 就是老婆很多 三宫六月七十二飞 老婆一个比一个漂亮 有帮夫运的 还有帮助我们养生的 帮助我们开心的 这位 那老公有很会赚吗 老公当然也自己很事业很好 来看一下 这位整形名医 薄老命偷心 血汗贾三女 大肉小鱼 三变身 问一下圣梅 这是男人的梦想 还是这是什么故事 对啊 篤霖哥你要问我是因为 那个新闻里面 也有提到我的名字 就是您是小 我的医生 我小 小小 我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 他是我的整形医生 这是周刊上讲的 那先来讲这个肖医师的故事 其实各位 不只是整形医生会有这种故事 我还认识很多法官 名义代表都这样 怎样呢 来听听这个故事你就很爽了 为什么 这个肖医师呢 大概三十年前 他跟他太太结婚 太太姓朱 他们也有生了儿女 照理说他们生活幸福美满 那你知道现在整形医师 其实收入很高 赚得也多 肖医师本身也长得不错啦 四年前 他帮另外一个张小姐 就是你现在手上看起来很萌的这个张小姐 割了双眼皮之后呢 根据张小姐的说法是肖医师就疯狂追求他 肖医师没有告诉他 他当时是有家室有小孩的 那两个人就爱上了 他想说这年纪的男人是 对啊 自己不会想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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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主要是哦 这里面有好多八卦 包括这个张小姐 其实四十岁 她也算是艺人 因为她有嘎一些微电影 她有四十岁 好 她现在看起来二十岁 因为她的老公是整形医师啊 对不对 你就要有这样一个好朋友 是 好 那问题就在 她跟这个张小姐在一起之后 老婆就知道了 她的原配就知道 原配一开始有阻止 怎么阻止呢 就规定她不要跟小三在一起 有一次呢 这一段故事很有趣是 萧医师带着她的太太出去玩 那两人在开车的时候 两人又谈判 太太就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跟小三在一起 你不要再跟她在一起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萧医师就鬼迷心窍 她就没有办法答应 后来呢 那个方向盘 刷刷刷 就是她太太跟她吵架嘛 两人就出车祸 出了大车祸 萧医师呢 就住在医院 那太太呢 就是轻伤 那她太太就想说 这是个好机会 我好好地照顾我老公 也许她就回心转意啦 男人不就是躺在病床上 跟坐在轮椅上的时候 会想到原配嘛 对不对 所以当时她的老婆 日夜照顾着萧医师 而且跟萧医师一直洗脑说 你真的你就回家来吧 进事前嫌 我愿意好好照顾你 可是你知道吗 人总有累的时候 这个萧医师就趁着老婆 因为也要回家睡个觉 洗个澡吧 她就趁老婆回去的时候 这老婆可厉害可惊了 老婆回家的时候呢 她会另外请一个看护 看着她老公 萧医师就跟那个看护讲说 你到那边去吃饭 我现在不用你照顾 然后她就一拐一拐地 从床上起来 打电话给小三 我很想念你 好啦 挡不住对不对 你都躺在病床上 你还打电话给那个张小姐 那这个原配的心就死了 觉得你出这个大车祸 我都照顾你 你都可以这样 那我们来谈判 你现在所有收入要给我 另外给我民水路的 那个豪宅的房子 这医师就觉得 好啊 我都给你 没关系 为什么医生他不断地看诊 他钱还是可以继续赚嘛 对 就钱都给你 然后我要去寻求我的真爱 真爱 真爱 所以他终于跟他的原配离了婚 钱也给你 房子也给你 你都给他小三有什么 因为大直那个豪宅 就给了这个朱小姐原配 那这个张小姐 就成为他第二人的太太 那他就获得一个小套房 好 那两个人住在一起之后 就更妙了 我觉得这个萧医师 你真是没事给自己找麻烦 因为呢 这个他的前妻跟孩子住在一起 萧医师一开始是说 他要回去看小孩 他们有两个小孩 所以他常常三不五时就不见了 那他现在这个太太 是当年的小三 对不对 那这个张小姐就觉得 你是去哪里 后来终于被他抓到了 你怎么会这样 你当年因为偷吃跟我在一起 你现在回去跟前妻在一起 这萧医师跑回去前妻家 后来这个张小姐受不了了 他就跟他老公讲 跟这萧医师讲说 你既然要回去 我们就定一个合约 这个合约更妙 我先强调 虽然今天没有律师 我觉得这个合约 在法律上应该不成立 但大家听听 他的太太跟萧医师 定一个合约说 可以 你每个礼拜 三 五 日 三天 你要回到前妻家 你跟你前妻 不准有任何暧昧的事情 一旦被我抓到 一次罚一百万 一次罚一百万 那他这个先生说 签 没关系 我跟你保证 我不会跟他怎样 就签了对 签完之后后面 还有一个附加条纹 就更妙了 因为他跟你讲 你们没有发生关系 我又不在你们家 我看不到 对不对 好 你知道老婆都怎么抓吗 他太太就说 附加条纹 你穿了这条红内裤去那边 你回来 我要检查你的裤子 因为你全身上下衣服 我负责清洗 只要我发现 你在前妻家 他有换过裤子 一条裤子罚五千 好笑吧 他也可以不要换裤子 对啊 前妻家说 白姐包在那里 就是一条裤子要罚五千 你不觉得 我觉得女人真是没有安全感 那个男人腿都已经不能 不良于行 还可以打电话给你 那你觉得 你订那个条约 有用吗 有动就钻了 你看还没说完 你看喔 真的吗 大老婆是三五日嘛 有一个罚则是 坐一次是一百抓到嘛 一条内裤是五千对不对 那三五日 你剩下几天 你剩下另外四天对不对 这周刊又拍到说 原来除了这个前妻 现在的原配之外 他另外还有一个红粉之鸡 一个女性秘友 老师说对了 萧医师 你真的没事找事 把自己搞那么忙干嘛 这周刊就拍到 你看喔 他要给他的前妻生活费 又要给现在的太太生活费 他又跟一个女性秘友 就干嘛 吃饭 那这医师有多可怜 他平常都吃饭团 然后最豪奢的一餐晚餐 是一个牛肉面两百块 你可以想象吗 这何苦呢 某家名店牛肉面两百块 然后开了一辆破车 然后就跟那个女性秘友 感觉还不错 所以这个周刊是合理怀疑说 这个医生周璇在前妻 先生的太太 太太还在吗 女性秘友 现在这个太太还在吗 在啊在在 没有离婚 很小 没有离婚 你说那个内裤 内裤之约有没有 我一进到前妻家 我就先脱掉 我那天又不穿内裤了 对啊 我就供在那边 我要回家再餐上去就好了 是啊 蕭太太 不要小心 蕭太太 你要增加一下法则 是啊 太厉害了 我会觉得好好吃 可是 你这个奇人之福 但是听起来好烦哦 真的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 我觉得肖医师 你是自找的嘛 你是自找的 我以前有看过很多法官也是哦 在太太家花一大笔钱 生活费每个月都要几十万 小三这边呢 也是每个月几十万 他外面还有一个小四 每个月更贵 一百万 为什么 因为那个最新的最贵嘛 你何必呢 然后自己每一天没有 没有时间吃饭 然后生活品质很差 为了养这三个女生 你活该 活该 真的 来 玉佩老师 我们就来分析 什么样姓名用字的男人 老婆不只一个啊 谁胆子那么大呀 好多啊 好 我们看看男生的用字 让大家做参考 那第一个组合呢 是被大老婆默许 相信这个组合 是所有男生都 非常希望能够中奖的 男生的用字 如果有 旺 生 勇 流 成 明 天 修 皆 根 德的男生 他们如果外面外遇的话 会被大老婆默许 大概是两种状况 第一个呢 就是大老婆 干脆把小三接回家 我们一姐妹来相称 其实大老婆呢 她心里知道 我挡也挡不住你 不如呢 我把你给接回来 在我的眼皮底下 你也做不了什么怪 还有我比较好操控 你的行为呢 也会比较收敛一点 还有一个呢 在我们两个人的监视之下 这个男的 他也没有办法再出去 兴风作让了 所以这个做法看起来 是比较聪明一点的 那么还有一种 大老婆默许 是因为彼此之道 可是不相来往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因为大老婆 她还是明白 我也管不了你 可是至少呢 你还知道要回家 你还知道要养家 虽然大老婆心里 把小老婆 外面这个小三恨得死死的 但没办法 她也只有吞人 可是按在小三的心态来讲的话呢 是反正自己也是一个介入者 至少这个男的呢 他也是会养我 会照顾我 那我跟大老婆之间呢 就保持一个 楚河汉界的这个分水岭 那我也不要太咄咄逼人 所以有这些用字的人呢 他还真的是可以想尽其人之福 就是相安无事啦 好 第二个组合叫做 外面金屋长焦 这是哪个用字的男人呢 名字如果有长 薄 智 挺 燃 风 刚 白 散 跟泉的人哦 外面金屋不参交啊 我也分两个方向来讲啊 第一个呢就是 这个男人瞒天过海 大老婆被蒙在鼓里 之前有很多富商啊 往生之后啊 在临堂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 外来的孝子孝女要来参加佳祭 这个大老婆看到了 情何以堪 怎么可能 她这么爱我 她这么顾家 她把爸爸的角色做得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有 实际上也有DNA 她就是她的孩子啊 但是我也碰过 有一个她是做装潢的木工 她居然跟刷油漆的女工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了 外面租了一个房子给她 好嗨哦 不是啦 而且两个人联合去包工 赚着钱男的还拿回家去养她大老婆 他们外面在租房子 所以大老婆后来知道了 也没办法因为家里光靠这个男的赚的钱 其实是有限的 家里小孩子开销是蛮大的 所以她也不得不不就承认了 所以这是进屋长教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 老婆如果再找一个水电进来 他们就捅包了 他们就全身的水电高边了 还有一种男人他是出差各地他都有家 就好像飞机的鸡尸 脚船员 对 像有的国家他们可以允许就是再婚 没有犯重吞罪的 所以大老婆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外面有家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男人是因为外派到外面去了 寂寞所以包了小三 到最后等他发现的时候 原来孩子都已经生了 那你说大老婆能怎么办 那也只有吞人了 第三个这个叫做前妻后妻纠缠不亲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医生的案例啦 男生的用字呢 如果有 这个组合啊 用字的真的就是变成了 小三成了正宫 原配变成小三 那也就是说 这个男的跟原配离婚之后了 其实他们还在勾勾敌 勾勾敌的原因不外乎就是 有的男人是心有亏欠 觉得好端端的 然后就把他就跟他离婚了 所以呢我还是要照顾他 那还有的人呢 可能是因为小孩子的关系 所以他们即便是离婚之后呢 还保持着非常亲密的 这种夫妻关系 总有一天这个小三来抓 来抓包的时候 就变成了小 原配是变成小三了 所以 之前新闻也有报过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原配被告 告什么 妨碍家庭 所以好端端的一个家 因为这个男的搞外遇 所以家没了 好端端的一个原配位置 让给了别人 自己反而被告成通奸罪 其实在女生来讲 真的是心里情 哇 心可以看啦 有这三个组合给大家做参考 我觉得女生也是啦 离了就离了 不要再这个男的纠缠不产 真的 那有些也是明知错了也不放手啊 好 谁 来 先进广告 回来之后告诉你 好 来来来来 讲到男人想奇人之福 我们这边问一下文婉 说有一位名人 就周旋在好几个女人周旋 所以你知道吗 通常我们局外人 看的都看不懂 对不对 包括刚刚那个名医 我们就觉得 奇怪 你一天看着的时间 十几个钟头 因为他是五个 这个医美诊所的院长嘛 十几个 十几点钟哦 靠着睡的 吃喝拉沙的时间 请问你还有什么时间 可以去安搭这些女生们 你知道吗 有些男人现在你不懂 我现在讲这个例子呢 他是在南部的一个 很有名的建设公司的大老板 然后呢他呢 其实他事业做得很大 包括在大陆对岸 他都有很多 他的很好的作品 那先讲哦 他身边呢 其实呢 有四个太太 他一屋子就四妻哦 住在一起哦 我跟你讲 一屋 应该讲说 他在他的婚下 就四个老婆 可这四个 彼此之间都知道彼此 只是先后顺序不一样嘛 那我曾经很好奇 问他说 请问这个乐趣在哪边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其实到最后一点快乐都没有 那只有的嘛 所有能够满足就是英雄主义 他觉得他受不了女人看着他的那个 喜怜的目光 然后你需要我的目光 你 对啊 就是我需要你 然后呢 他就呢 给你抱起来 我给你笑笑 给你照顾 他就受不了那种感觉 好 那先讲说 其实这一段所谓的一夫 四妻嘛 这一段 这个关系啊 你知道已经几年了 至少快二十年 他说这二十年 你是怎么过 现在还目前还是进行事当中 然后他曾经 好累耶 你光想到说 有四夸好朋友都在等你吃饭 你要赶场赶四夸 你累不累啊 是这样啊 我跟你说 你这种是四个老婆 我都是真爱 你爱下去 你光想的都累死了 我跟你说 我先跟你说 其实他曾经 因为他看来很重宅 然后呢 就兄弟那个样子 就感觉他真的有办法 他可以搞定这些太太们 这样 他说刚开始的时候 四个 因为他 我刚才讲先后顺序嘛 可是呢 第一年呢 当这个四个都到齐的时候 他曾经试过一件事 他就把四个台 他觉得说 那来办土就好了 就是除夕夜嘛 那怎么办 我总不能说 我在原配这样 四房都在一起 他曾经也觉得说 我是阿姨 我说就算嘛 他就包了一个餐厅 就四家这样摘起 我听说 本来香安无事应该OK吗 错了 他那天 是不是一直